消防队为民服务不但要打火水灾救人 甚至要帮忙抓蛇抓迷猴杂物针的好多 常常超时工作 而现在就引发了打火弟兄反弹 在脸书上就发起了831大游行活动 要争取合法攻时 目前已经有800多个人表态参加 但是传出活动遭到打压 高雄市消防局将在现场全程搜证 而参与的弟兄烤鸡将会打饼等 不过消防局是否认这个说法 消防队员不只要打火 为民服务还得抓蛇 但这已经不稀奇 现在还得帮忙抓迷猴 抓猴抓到满身大汗 消防队杂物多 每个月工作360个小时 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补修 经常超时引发打火弟兄反弹 在脸书上发起合法攻时救消防 8月31号大游行活动 18号上午已经有800多人表态参加 说如果参加这个会被 会被 会被 这种不清楚 陈处 不清楚 那你知道有这个活动 对 我知道 什么问题 有同仁会参加这个活动 那种不清楚 由于时间点敏感 消防队员低调不用回应 不过在美国担任一销的 一名台湾男子 也来声援这个游行活动 投稿到CNN 获得不少回响 但现在却传出 这个活动遭到打压 告诉消防局将在现场全程搜证 参与的弟兄 烤鸡打饼等 不会啦 我们局里面的立场 是因为他可以自由表达意见 所以这个游行警察局 也有核准的话 我们不会去干涉他们 消防局否认传言 强调任何人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绝对不会干涉 当天也会到现场 关心同仁的诉求 打火弟兄站出来 争取合法攻时 这场游行已经势在必行 追选程盛永远方 高雄报道 打得不错 我们就用这些机会 打不错 感谢观看